在这一边他说q是midpoint of pr,然后叫你找mm的value 我们知道midpoint是加起来除2,就是说我的那个midpoint呢 会是等于xe加x2除2,然后ye加y2除2 so我的q是midpoint的话呢,这样我的这个m加4除2会是等于1 然后我的-1加3除2会是等于n,就是说我的x的部分是m 然后真4加起来会变成1,所以m加4除2会是等于1 然后我的y的部分呢,这个是3跟-1,减1加3,两个除2会变成n 所以减1加3除2会是等于n,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n加4等于2,m会是等于-2 然后-1加3,3-1,22除2,1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1等于n,所以n等于1 所以我的答案是m等于-2,n等于1 OK,好,所以在这一边呢,我的这一个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一个是1都号1 然后这一个是-2都号-1 然后我要检查我的答案的情况之下呢,我可以怎样检查 我又有那个p是-2都号-1,我的r呢,会是那个4都号3 所以我的midpoint呢,会是等于-2加4除2 然后-1加3除2,所以它就会变成2除2,1 然后这一个3-1,又22除2,1,所以是1,1,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在这一边呢,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神的一种 那一个检查方式 然后那个很神的检查方式呢,是这样的 你看啊,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我这一边过来 -2到4,我是向前走6个 然后我这个向上这样走的时候呢,我就-1到3 这边向上走4个 所以在这一个时候,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 OK 它的这一个呢,它就会变成了 它的一半走3个,走2个 所以我的这个Q呢,会是等于-2加3 然后还有-1加2 所以-2加3的话呢,它就会是1 然后1,OK,它这一边也是向前走3,向上走2 这样,同样的一种方式 OK 它的6除2,就是3 4除2等于2,这样 我们这边都是1 5除2 4除1 5除2